欢迎收看无权的口中教室 以前画温柔甜美的妆比较多 今天就给大家画一个气场十足的欧美妆吧 欧美妆就是给人感觉成熟 带有点小气场的那种预解风 很多人想学但是画不来 其实你只要掌握这些套路 你也可以画出这样子 前后差别非常大的欧美妆哦 那我们就开始吧 首先用的是我最近很爱用的粉底液 真的忍不住夸一夸了 轻薄持久服贴度高 重点是这个颜色真的是太贴合我的皮肤了 点上去之后用我们自己架的海绵蛋晕染开 接下来就是遮瑕提亮的工作 这个遮瑕液的效果还是挺好的 都快赶上遮瑕膏了 涂在需要提亮的位置 然后继续拿海绵蛋晕染开 遮局部的时候我还是喜欢用割剧眉影的 效果简单就是跟PS差不多 我着重遮在内垢的位置 底妆上完之后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 那就是先把眉毛后半段遮住 我用的是这个固体的胶水 涂一点在眉毛上 然后拿小刷子把眉毛往上刷 等胶水干后就可以拿着小膏 把后半段遮住了 接下来就是定妆的工作 用海绵蛋沾取散粉点在脸上 这样也是以前说过的 锯持久底妆的方法之一 散粉都弄好之后 我们就开始化眼妆了 好了欧美妆最大的套路之一来了 那就是化一个挑眉 要多高就挑多高 眉头请斜向上 然后在眉弓最高峰向下 大概就是这么一个节奏 大概化出眉形之后 先不要管它 我们来先化眼影 眼影前先用眼部打底膏 可以让眼影更显色 也更持久 贴一个比较霜的双眼皮 欧美人好像都有大双眼皮 简直真是羡慕死 然后拿出我最近爱用的眼影盘 先用里面的哑光棕打底 欧美妆套路2来了 用哑光棕 铺满整个眼窝的位置 让整个眼眶呈现凹陷的状态 然后用白色提亮眉骨的位置 让眉骨跟眼窝有一个强烈的对比 眼睛部位才会显得更骨感 接下来用这两个眼影做主要眼影色 一个是偏紫色调的灰色 第二个颜色是亮粉色 这两个颜色搭配起来也是很好看的 这就是欧美妆的套路3 一般都会用对比强烈的深浅 两个颜色来做眼影的主色 先将灰色涂在眼尾和眼头的位置 并很好地晕染开 下眼影也一定要跟上 然后欧美妆的重点来了 一定要用一个亮色点亮在眼皮中央 这样才能显出眼妆的立体感 记得再用灰色 两个颜色互相过度自然 当画完眼影的主色之后 可以再用那个哑光棕 再强调一下眼窝的位置 继续用那亮粉色 提亮一下卧彩的位置 眼影部分画得差不多之后 就开始画眼线了 欧美妆套路4 一定要将眼线画得又长又翘 大概是斜上方45度角左右 可以连接眉尾的那种 眼头可以画出来一点没关系 可以显得眼睛更长 眼妆画得差不多之后 就可以将脸上的散粉扫掉了 接下来继续画眼影 用这盘里面最深的颜色 叠加在眼线上 更像上过度 这样眼妆会看起来更有层次感 下眼尾是从眼线的尾部开始加深的 这样才能保证眼妆的统一性 用那个哑光棕 加深一下卧彩的底部 其实欧美妆是不需要画卧彩的 但是无奈我的眼睛太小了 加深一下卧彩 可以让眼睛显得更大 眼妆画得差不多之后 眉毛也要跟上 这盘里最深的修容 可以做眉粉哦 再填充下眉毛 让整个眉毛看起来更饱满 这样眉毛其实还不够深 我们继续用那个眼影加深色 再加深一下眉尾的位置 这样可以让眉毛的颜色 跟眼影上下统一 眉毛画完后 可以用比较亮色的遮瑕膏 将眉毛的边缘再遮一遍 可以让眉毛显得更加整齐 干净利露的眉毛 也是二美妆的一个很大的特色呢 OK我又拿到了最近很爱的高光盘 这个高光也可以用做眼影哦 用它提亮眼头和眉供的位置 是最适合补过的了 接下来是二美妆的套路五 一定要贴上比较长 比较明显的小睫毛 然后再刷一下下睫毛 眼妆完成之后 可以用遮瑕膏清理一下下方 这样可以让眼妆显得更加干净一些 这个眼妆就完成啦 眼妆完成后就可以修容了 先揪鼻影的位置 今天有一个我很喜欢用的小技巧 就是假设你鼻子不是那么塌的话 你可以在鼻球的上方加深一下 这样可以让整个鼻子形状显得更好看 接下来修侧脸的位置 现在看起来跟平常的修容其实没差很多 但是欧美妆你可以下手重一点没关系 好了欧美妆的套路六来了 在拳骨下方的位置可以修的稍微重一些 欧美妆的脸 人感觉骨骼会比较明显 所以你加深那个位置 可以让脸显得更瘦 修容完之后就开始画腮红咯 用到是这个比较偏橘红的颜色 将它重点扫在刚才修拳骨的上方 和拳骨融合的腮红 脸也会看起来更瘦 接下来是画口红 我用的是这个深度沙色 这就是欧美妆的套路漆 欧美妆都会比较喜欢用 不那么饱和的雅光色口红 后涂在嘴唇上 如果嘴唇像我一样比较薄的 一定要再涂出大概一毫米的位置 高光我还是用到了这个大理石的高光盘 我用这个冷色调的颜色 芯片妆好像都是冷色调的 直接用手涂在颧骨上和鼻梁上 不是那么闪 但是涂完之后 却让那个涂的位置立刻亮起来 然后我还会用稍微闪一点颜色 点亮在唇峰的位置 让嘴唇也更有立体感一些 当然让嘴唇有立体感 还有另外一个方法 就是你可以拿出一个比较深色的口红 着重涂在纯住的两侧 并用棉签晕染一下 还有嘴唇的内侧 也可以涂一点 看这样子画出来嘴唇 是不是超级立体呢 整个妆完了之后 一定要涂上定妆喷雾 好不容易画出来的妆 一定不要浪费哦 这个妆就已经差不多了 你们感觉怎么样呢 看了下觉得我这头发好像不太符合 我还是再去探个卷吧 展示时间到 如果你们喜欢的话 记得一定要给我点赞评论哦 爱你们哦